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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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负责天猫经理 语音服务这一块 最后的一年多的话 我是在淘宝的国际业务 然后负责像是 AliExpress 以及淘宝台湾的商业流量 然后这一块的平台化的工作 然后同一时间 我也是这一块业务在19年双十一的稳定性负责人 所以的话 我对于这高流量 高频发 还有一些稳定性的事情 还是觉得还有一点经验的 OK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某个电商网站买过东西 就不知道这个画面熟不熟悉 就是我在这边的话 我挑了一个手机壳 然后它的商品来源是在境外 然后它商品来源是在境外 然后我想要透过这个 就这边有吗 寄送资讯 下边还会到莱尔夫 然后呢 我想要买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当我按下这个结账的时候 它应该会跳出这个页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然后跳过来这个页面之后 它这边就有一行灰色框框的字 接口支付是一个受主板机关核准的 某电商跨境购物合作伙伴 然后因为什么什么规定 跨境交易必须要透过我国电子支付来办理 那所以的话就是接口我们就是跟这个电商 然后做这样一个合作 然后所以当一个用户想要去这个平台购买跨境商品的时候 其实我就变成因为这个平台要跟我们合作 就我们需要跟他有一个对接的过程 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个平台是哪一个用户过来要做这一笔订单的这个支付 所以讲白了这是一个两个平台用户绑定的一个行为 或者可以说是这个用户想要用接口的账户来登入这个电商平台 或大概有点这种感觉 这个两个账户资讯的这个彼此的这个绑定换交换 然后接下来的话这边是刚刚是电商平台嘛 那个电商平台大概是19年初的时候就是完成对接的 然后我们今年5月的时候跟这个某个电子票券的贩售平台也有合作 那这个平台的话就比较单纯一点 我们跟他合作的方式就是跟他说你做一个这个style比较像样式比较像接口 就是红色的bar 然后里面的东西都里面的一些框都红红的 就是感觉蛮像我们的你做一个这个页面 然后给你一个这个JavaScript的这个sdk 然后你可以呼叫我这个sdk里面的这个JS Bridge的一些方法的一些api 然后你然后你就可以来因为这个WarePage是放在接口APP里面的 所以你就可以来取得接口APP 就是使用这个APP的使用者的资料 然后来作为你的一个登录的资讯 OK 所以当这个电子票券的平台拿到了这个用户资讯之后 就可以做一个就可以做后面的登录了嘛 后面的登录操作 例如这个email或者是电话 他就可以当做一个使用者identify了 然后来做一个创建使用者然后登录的动作 然后这个也很像啊就是保险平台 我们跟这个一个叫做保测的这个保险经纪人平台也有合作 就是大家不知道打疫苗没有啊 如果没有打疫苗 就如果有如果打疫苗是啪啪的话 可以就是打开接口接口APP 然后来一下我们的这个疫苗线 我们跟保特合作的时候啊 也是很像我们就是跟保特说 你来做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给你这个有这个对应的JS Bridge的这个 SDK 然后你调用我们的某些API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一些用户资讯 然后作为你的这个登录的凭证 OK就是一个Use ID之类的东西 可是这是保险 然后这个这个是电子票券 两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是 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就是法规的要求 会要求这个保险里面的那个使用者的名称 就是建立这个保单的这个使用者名称 必须要和到时候做支付这笔保险的金额的人 要是同一个人 所以它有了一些限制 然后同一时间呢 我们也需要就是 就是大家如果有线上买过保险 就知道其实那个要你填的资讯还是蛮农长的 那所以的话在这边我们也会需要这个用户 在实际买保险之前呢 要先填一些这个其他更多的资讯 然后甚至做一些这个实名认证之类的操作 OK 就做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这个保特他们就可以用 接口这边的这个用户的资讯 User Credential 来在他们的那个page 里面做登录的操作 所以就是大家听起来从第一个电商 然后第二个电子票券 然后第三个这个保险平台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对接服务啊 其实我们在听到这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说后面两个好了 我们先说这个电商平台 还有这个2020年以前我们的一些合作 我们的对接方式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对接是 第一个是那个电商平台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大家如果用借口就知道 我们有很多的缴费 缴费的服务 停车费啊 水费 电费 健保费等等的 那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对接的方式 都是和这个机关和这个公司 谈好了之后 我们在线下谈好一个对接方式 大家都最开心的一个对接方式 大家都最开心的一个对接方式 谈好之后 然后彼此我们给这个API文档 API文件 然后彼此坑置坑置开发 开发完了之后 OK对策 对策好了上线 这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目前的话 其实我们在未来的一些这个方针的话 其实我们会期望 可以把接口的这整个生态系 就可以这个越做越大 就有点像刚刚介绍的这个保险平台 以及这个电子票券平台等等 那如果眼尖的朋友的话 应该也会发现 接口目前其他有一些旅游专区啊 其他有意思的这个 就是我们期望把这个生态越做越大 可是如果我们的期望是越做越 把这个生态做大的话 我刚刚说的20年以前的 线下沟通好对接方式 然后再彼此开发 然后再彼此对策 然后再上线的这个方式 有没有可能完成 不太不太可能哦 就即便我们在对接任何一个机关的时候 我们都花一两个人月 假设我们今天要对接时间厂商 那就是10个人月20个人月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生态系构建 这样的目标的 所以我们要对接 标准化对接 大家会想什么 OOS对吧 OOS对吧 就是任何的开放平台 或者开放平台 我们就是有一个三方 想要和平台去拿使用者资讯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OOS 所以 所以这是一个 OOS非常标准的一个这个流程 应该不需要跟大家复习了吧 就是 使用者 他进我们这个三方的应用 可能是这个 我们的保险平台 或者是电子飘行平台 然后他需要 接口的这个用户资讯 然后他就会去呼叫接口这边的服务 然后接口就会 跟使用者问说 你要不要授权给这个三方 OK 那用户使用者如果说 这边不用login 因为他是在接口的APP里面 做这事情 所以他已经login了 所以他会略过标准的OOS 里面login的那个步骤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去要这个OOS code 给到三方 然后三方再透过 在使用这个OOS code 去拿XS token 然后最终再用XS token 去拿使用者资讯 然后拿到使用者资讯 之后就可以做后面登录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标准的OOS 然后就所以我们为了标准化 为了铺开 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年 2021年Q1 Q2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个OOS的服务 我们就期望 我们就期望这样 这个一个服务来的时候 OK 那我就文件给你 然后你去对接 你去用OOS放在对接 然后接完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下 然后我们验证一下 OK我们就散会 对 就是我不用开发 然后你开发的快 就大家都开心 对吧 就大家都开心 可以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 来扫顾两个工程师的吧 那 不过这个理想 实际上怎么样 实际上是 第一个服务 第一个服务 他需要我们是 这个用户是经过实名验证的 然后对接了之后 他还希望我们这边做一个事情 就是可以 他会把他们那边的这个 三方的这个用户ID 丢来我们这边 希望我们这边做一个绑定的动作 然后未来 当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他可以来我们这边查 这个用户是不是发生了某些问题 然后B的话就很简单 就是标准偶尸就可以解决了 那C的话是 如果没有实名 他期望 可能是因为这个用户体验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保险这一块 假设我们在前 假设我们在前期 没有对这个用户做一些这个 这个用户实名验证的话 那在用户真的要买保单的时候 才去做后面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跟外面的这个 线上电子保单的这个购买平台 是没有差别的 对 就是人家十分钟 我们也十分钟 甚至可能还会更差一点 所以像第三 C服务的话 他对我们有更多要求 就是期望说 在给这个三方用户资料之前 要先做一些验证 如果没有验证 麻烦你帮我 把这用户导去验证流程 OK 那服务低的话就是 就是更刁专一点 就是你要什么验证 然后你还要要求这个用户 他的这个 他给我们的一些资料 必须要满足一些台湾电子法规 里面的一些要求 如果没有的话 要回去 要去要求用户 补足那些流程 补足那些资料 一大堆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这是这样各式各样的这些需求来的话 我们有没有办法满足这些需求 有点像这种感觉 就是大家看到第十一部这边 我们透过OOS拿到用户的授权了 三方现在可以 三方现在拿到用户的授权 可以来接口这边拿资料 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 他拿到的资料 虽然用户授权给他 可是他有办法拿到这个资料吗 因为这资料可能没有 或者是这个用户本身这个 管理说用户资料可能是不够的 所以他拿不到这个资料 然后他返回去这个三方 然后当用户真的要去这个三方里面 去使用真正有价值的那些服务的时候 例如像刚刚保单那一块 他可能 就假设我们就找了这个流程走 然后我们就让这个用户 拿他用的Credential登到这个保险平台 可是呢 他当这个用户真的要去买保单的时候 他发现他什么东西 他什么资料都没有 他甚至还可能这个保单对他来说 没法成立的 一旦发生这个状况 基本上我们可以跟这个用户说拜拜 对吧 就是这个用户体验是很差的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OOS 我们用OOS来作为三方跟接口 对接的统一的平台 统一的这个界面是没有问题的 假设我们的目标是要铺生态系的话 问题在于 OOS的角色只是授权 可是他没有办法保证 平台 也就是我们的Resource Server上面 是不是有那个资源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OOS 确保他可以给你授权 用户 他可以确保用户是同意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确保 用户所同意 让你拿的那个东西在不在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 第一个 这个我们是工程师对吧 工程师的话就是标准就是标准 就是这国际标准是非常这个 这个那个尊荣无比的 所以我死都不改 就是我们维持标准的OOS 然后不额外开发 那会造成的是什么状况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状况 用户可能真的要用的时候 然后才发现整个流程爆了 用户体验很差了 或者是我们维持OOS 可是我们的OOS 会根据刚刚说的各式各样的这个需求 来做改造 当用户没有电话的时候 我们走一个什么流程 用户没有Email的时候 我们走一个什么流程 用户不符合什么法规要求的时候 我们走另外一个流程 而且这个流程可能很长 那大家可以想象的 那他的这个开发产品会是很大的 而且会是一个根据厂商要求定制的一个系统 对吧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考虑过第三个 可能就是 OOS就是OOS OK 你乖乖的去 把用户的资料给三方杯 那我们另外做一个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专门处理 这个 那些要定制的流程 例如你如果需要 用户实名 需要法规 需要补资料 那你就走这一块 你比较刁专的这个需求 走这一块 可是多了这一块的问题的话会是什么 就是 整个接口对外创接的这个端点 会多一个重要的这个流量入口 会增加我们的开发成本和违运成本 而且整个系统会变得更复杂 而且对于三方来说 就是我到底是要接你O 就是你的OOS到底角色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 后面这个家伙好像更有弹性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方可能是混淆的 可是 因为他最有弹性 因为他定制开发 他最有弹性 所以他老实说 他的用户体验可能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 OOS这个方向对不对 OOS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全世界的工程师 你如果 作为一个三方你要和一个资料量比较大的这个平台对接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工程师都认得这个标准 所以OOS这方应该是对的 可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诉求有什么 我们的诉求是我们期望三方要可以快速接入 我方的开发成本要最小 所以第一个OOS 我们用一个标准化的方案 第二个也就是比较重要的要求是 我们期望这个确认用户有没有某个资料 还有就是确认用户服务服务的某个资格 这两件事情要有办法很有弹性的 放安就是扩增在我们在原本的流程上面 OK我们期望可以有这样一个能弹性增加 资料确认以及资格确认流程的一个机制 OK那我们可是我们经过刚刚分析其实会发现什么 其实发现OOS他给的是授权 那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个机制 保证我们在授权之前 那个东西就已经在了 用户的那个资格就已经有了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的整个问题的核心 其实并不是要花多少人去科那些流程 也不是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额外服务 也不是OOS要不要淘汰掉 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我们在授权之前 要有一个机制可以满足多样化的这个资料确认的需求 OK所以 OOS还是合适的 然后这整个需求的变化点在哪边 这个需求的变化点在于 每个三方他对于用户资料的需求和用户资格的需求可能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要确保这些东西 它是有办法弹性的加到我们的机制里面来的 然后呢这个变化的起始点在于哪边 就是这个流程 假设我们要把这个变化放到我们的流程里面的话 我们放在哪边最好 经过刚刚的分析有没有 我们是在流程启动的时候 流程启动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去走 就是整个OOS的流程是在走用户要不要授权 所以大家走完的时候授权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要在授权之前先确保这个资料是在的 所以这整个需求的变化点 需求最多变化的那些东西的起始点在哪边 其实就是OOS的这个流程启动前的这个时间点 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分析到这边 根据开闭原则 OK 开闭原则 那大家知道 我们就可以设计 OOS 启动的 那个URL 三方启动 OOS的那个时间点 那个地方 作为整个系统设计的扩展点 然后用这个扩展点 来封装 这边讲的 我们业务上 流程上 会变化的那些东西 什么意思 OK 那个 我这边就是那个 看得到吗 就我自己self-site self-site 一下 就是大家如果不知道那个开闭原则的沙利是什么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哦 那个开闭原则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期望系统要有办法预测複杂度的发生点 并且在複杂度发生的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扩展点 然后当我们的需求需要新增行为或改变行为的时候 我们是透过这个扩展点来接受变更的 而整体流程不需要做更改 是不是跟这边讲的一模一样 我们OOS流程不需要更改 然后我们用入口点作为这个流程变化的扩展点 OK 然后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来去扩展我们的整个机制 好那怎么扩展 我们可以在一般的OOS调用的这个URL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有跟 如果各位有跟任何的开闭平台做过对接的话 对这个URL的形式应该都很熟的 我们在后面加一个阐述叫constraint 然后后面我们可以放各式各样的 对用户的 不管是资料栏位的需求 或者是用户资格的需求 假设是用这个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在constraint里面加一个user level 你要是多少consumers A consumer B consumer C 那如果你对栏位有需求的话 你就在后面加一个fields email phone 然后avatar之类之类 然后我们把它组起来之后 然后用这个 这个html encode的方式做一个字串 然后当作constraint的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OOS流程改造成这样 当用 当三方用这样的URL 来启动我们的OOS流程的时候 我们先去检查这个constraint参数 我们先去检查这个constraint参数 就是这个三方要哪些限制 然后我们去检查这个用户满不满足这些限制 假设不满足 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直接引导了 引导用户去补那个资料 或者去补那个流程 补完之后回来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表示什么 我们可以确定一定是什么 用户现在他的资料或资格 一定满足 这一个三方的需求了 对吧 好所以 我们最终发生什么 我们最终发生就是一个扩展版本的一个OOS 整个OOS流程不变 我们就新增一个参数 如果有这个参数 那我们就去检查这个用户满不满足 这个constraint这个参数的限制 如果不满足 就引导他去让他满足 如果我不加这个constraint 那就是一个标准的OOS 代表我们新增这个用户一定有这些资料 它就退化成原来版本的OOS 那当有这个业务方有新增一个需求很特殊的三方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做什么 我们只需要去看我们的constraint 需要怎么样做组合即可 所以在这个方案 所以这个方案 我们再也需不需要去关注 这个参数方有什么样的需求 其实已经不需要了 对吧 那所以 业务方的话 它也很方便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组合这个constraint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开发成本基本上为0 OK 所以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我们构思技术方案的一个历程 好 所以我们进入主题 怎么样 和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有效的构建技术方案 首先说一下什么是技术方案 技术方案 如果我们把它翻英文的话叫technical solutions 那这个东西 CMI的那个定义里面有 可是大家不要去看CMI CMI那个有点 有点太过时 就是我们直接看这边就好 那泛指我们对一个特定业务需求的一个设计和实现方式 或者是对目前系统或者是一个业务所存在问题的一个解决思路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PM跟你说要做什么东西 或者是你老板跟你说这个系统有点慢 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脑袋里面想到的那个处理它的方式就是一个技术方案 它就是技术方案 只是这个技术方案可能有好有坏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怎么样去思考一个技术方案可能会更有效率一点 好的技术方案的话 第一个它一定是有办法满足这功能性需求 功能性需求是最low的 它一定是可以解决现在问题的 然后同一时间也可以满足未来的一些这个扩充性 然后未来快速技术的快速实现 口约互信等等的这些非功能性需求 然后甚至还要有办法去满足尽可能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限制 和这个其他期望等等 所以系统需求大概可以分成功能性需求 非功能性需求 然后非功能性需求的话 不外乎大家耳熟能详的可用性 可伸缩性 scapability 然后可扩展性 可测试性等等 然后我们在构思技术方案的时候通常有几个误区 然后第一个就是 我们只想到要怎么样去完成业务功能 然后并且在这上面的 在完成业务功能这件事情上去堆砌各式各样的工具 技术模式等等 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 我不知道有没有觉得说中 就是 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在开发一个API的时候 然后 这个PM或老板可能就随口提一句 这个API可能需要支持高病房 然后我们也没有去看它的QPS 就是我们没有去关注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马上做了什么事 我们马上就去接那个卡布卡 或者是去接那个NQ 有没有 然后结果那个上线了之后发现这个QPS3 3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技术方案不是很好的结果 因为我们接那个MASQQ的话 其实第二个MASQQ它是一个额外节点 它有违运成本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在接的时候有一些其他需要确保的东西 就徒增了这一些成本对吧 还有就是 第二个是我们有可能在考虑 我们考虑了其他维度 可是我们在考虑维度的时候 故此是比 例如高效能就是非同步 可是高效能有没有可能是同步呢 就是假设我们这个API调光足够快的话 然后高病发就是夹击器 然后其实在接口小伙伴应该现在都知道 高病发不是夹击器 高病发是资料库瓶颈 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在写这个业务代码的时候 就是马上想的滴滴滴 有没有 然后冲写模型 拼写模型 就是在那里仔细设计 然后造成功识过长等等 那或者是说各个维度都考虑到了 可是没有考虑到未来 一些维度的演化空间 是不是有办法演化 是不是有办法持续 你的这个scapability 有没有办法持续 你的这个高病发有没有持续 等等的 还有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学的东西不够吧 所以不知道怎么样 我最佳解 只是我们在构思 会限制我们怎么样 构思好的技术方案的时候 一些这个 会阻碍我们的东西 好 那我这边总结一下 要怎么样 建构好的技术方案 我想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 避免浅诚思考 第二个探索问题的本质 第三个 找出那个问题最核心的复杂度 还有最重要的价值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最想要得到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第四个 挑选工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技术工具其实最后一个 一定是你我们理清了前面的一些 这个概念性的问题 了解到我们真的要做什么 做什么 才有办法最好解决 我们现在遇到技术问题之后 我们才去挑工具 绝对不是先挑工具再去解问题 好 浅层思考 浅层思考 这其实是一个大前提 就是我们在构思任何技术方案之前 一定要先了解一件事就是 我们除了功能性需求之外 要试着去考虑尽可能多的其他因素 例如效能 APP的使用者对于交互的等待极限18秒 你如果超过甚至超12秒 他直接放弃 公司亏钱 可声缩信 代表的是我们的系统 多容易可以让我们的 可以有办法去承载更大的流量 我们有没有做到Status 我们有没有做到不用Stick Session 如果这个可声区足够大的话 那就代表当这个 这个公司大茶币之后 他引来了很多人流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赚到这些人流的钱 所以他是间接影响组织收益的 可用性 那当然更严重 就是你的系统可用多少时间 这是直接影响我们可以赚多少钱的 可扩展性 然后可观测性 可观测性 就是我们多容易可以观测到 我们系统的健康度 我们业务的健康度 这是直接影响可用性的 我们可以可观测性越高 那代表我们可用性应该是越高了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考量 是不是可演化 这一部分的话 这部分的话 我推荐大家一本书 就是那个珊瑚教的那本书 叫做什么 Building evolutionary architecture 他在讲这个架构的可演化性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还有你的公司目前发展的阶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产业的特性 就假设各位你们现在是在互联网产业 就是例如像接口或者是虾皮 或者是LINE等等等等的一些公司 那你就是在一个标准互联网产业 那我们在技术方案上的考量 可能就跟例如这个银行 或者是这个其他传统产业 是不一样的 总而言之 对于技术方案 我们的功能性需求做了多好 那代表我们有没有办法取得某项收益 我们有没有办法赚到那笔钱 可是呢 非功能性需求和其他的考量做得多好 可以决定我们能赚多少那笔钱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这很严重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第一点 我也觉得是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吧 就是要避免 绝对要避免前程思考 就是我们在构式技术方案的时候 要有意识的去避免 让我们自己只着眼在功能性需求 和特定的这个系统复杂度面向上 如果我们很执着在某几个面向上的话 有可能就会使我们的这个技术方案 有就可能会发生缺陷 有没有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例子 然后开发需求的时候 要考虑产业啊未来变动啊等等等等的 就总之有意识的避免让自己只考虑某些地方 尽可能的去从更 higher level 的这个视角来看 你要解的问题 好第二个探索这个问题的本质 本质问题啊 像我们刚刚看像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过了 就是走过一遍这个东西对吧 大家会发现虽然我们在第一开始看到这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个 义务方找麻烦对吧 就是就是每一个服务你可以去跟这个厂商谈 让他不要这样吗对吧 可是你结果你带回来的需求就是每一个都不一样 这个就很恼人啊对吧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会发现其实授权 三方要跟我们要授权不变 要用户的资讯不变 变的是什么变的其实就是我们 其实是只希望在授权之前要多保证一些东西而已 所以问题的核心是在于 我们期望在授权 在做授权之前 要有一个机制来帮业务来帮业务方来帮三方 多看一下多保证一下用户有没有那个资料 这其实是这些需求的核心诉求核心问题 好所以啊像这一边这一页的这些好像很灵散的需求 对经过我们的这样整理会发现这些多变的需求 它其实都是一个核心 刚刚那个最核心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表象 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在公司技术发案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一下如果这个技术发案是要解决业务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多去问我们的诉求我们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 然后来思考业务上的这个需求的本质 然后对需求对技术型技术型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去透过几个方式 就是刻意的忽略细节 有没有我们刚我刚有说到我们刚有说到 我们可能在开发的时候我们太于关注某些层面 高并发高流量 然后这个可微互信模组化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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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试着忽略这些细节 然后呢宏观上考虑更多的面向 然后微观上呢 从我们观察到的问题 逐得去追踪 来确认真正的系统上的限制 系统上的瓶颈是什么 来找到最核心的那个问题 OK 等一下我们会有例子 那这个核心问题的特征 就是怎么样知道我们问题没有问对 有没有找到这个问题 就是通常这个问题会长得很像这样 我们要有一个能在授权前先确认 使用者是会满足限制的机制 我们要有一个 勤款失败的时候可以告知业务方的机制 我们要有一个允许 同时在线上一万个用户完成秒杀抢卷的机制 那这个券可能就只有10张或是来PS5这样子 我们要有这个机制 而且通常这个问题是可以和原来那些看起来很零碎 很杂乱的需求和很杂乱的问题互相对应的 那例如这边 好不好 不符合需求 是吗 其实不是对不对 就是OOS其实符合需求的 然后新增服务完成特定的流程 OK 所以这对应到我们其实是需要 我们的真正诉求是要有一个满足多样化的这个 资格确认等等 所以他这个问题是有办法一一对应 就我们找到这个表象 他是有办法从这个核心问题表现出来 好第三个就是去看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个复杂度在哪边 还有我们期望解了他之后最重要的价值在哪边 好要解我们找到要解的问题之后 接下来可以再问两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它最重要的复杂度是什么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解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得到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分别代表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找到了对的复杂度 我们才有办法在实际的技术工具上有更明确的指引 我们才有办法去选对的工具 然后价值是用来让我们确认我们有没有解决对真正的问题 好像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授权前先确认实用是会满足的机制 它的复杂度是什么就是扩充性 我们可用的工具就是杀链 组件节奥扩展点设置 价值是什么 如果我们做对了 那我们技术方应该是不需要再为特定的三方开发一个流程 OK 勤款失败告知业务方机制 我们需要的是 最重要的复杂度是可观测性和扩充性 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一个日制系统 业务监控系统 报警系统 然后价值是业务方在实验出现的时候 可以被机制通报 机制处理 然后呢 我们期望技术方在有新的通报需要来的时候 开发量极小 好 那 抢卷 有时间 我们再讲吧 好 这边有个小诀窍 如果是业务需求方面的问题的话 复杂度80%是在可扩展性上 然后所以我们在 如果你理解到这事情的话 你可以第一个 考虑把业务流程给组件化 然后去看一下 你的整个业务流程哪边可以去设这个扩展点 来屏蔽那些会变化的部分 最后一个 有了核心问题 有了复杂度 最后就是找技术工具了 技术工具的话其实 就非常trivial 对吧 我们有开闭原则 找扩展点 接下来的话把扩展放在哪边 其实就是一个 动手系列程式码的问题而已 其实这边没有什么好tip 就是多看多学习 只是我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怎么样 让我们在面对某些这个业务难题 或技术难题的时候 有办法去构思出更好的技术方案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想要 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要去尝试去专精一个领域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产业它每个产业不同 就算了 可能每个产业它发展的阶段 对于软体专案的核心问题 还有对应复杂度的方式 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例如这个互联网产业里面 图事业产品就是高频发高可用 图币的产品 我们要的是平台化标准化的这个能力 像OOS这一块 为什么我们有办法就是做这个事情 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图币以及开放平台的话 我们有一些经验的 然后Fintech和金融啊 如果要有营销相关的话 就要有很好的安全性 还有这个支损防控的能力 那所以要有办法在一个领域里面 面对特定的 在这个领域面对难题的时候 有办法给出一个好的这个技术方案的话 我强烈建议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在一个领域去生根 然后并且在这个领域去成为一个技术专家 那这样才有办法在这个领域去给出就是最优 最优秀最专业 我觉得重点是专业 更有价值的方案 OK 好传统一下多久 27分 这边我们随便聊一下吧 很快带过 我们看看那个淘宝 它在开发模式上的选行 大家觉得淘宝的那个业务复不复杂 复杂吧 那它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开发 各位工程师一定会说 有没有 DOMIN MODEL DDD 然后冲写模型 要让我们的这个实体有这个丰富的领域逻辑 对不对 可是互联网 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互联网它的业务和手艺 其实是直接来自西根用户的 有什么特征 它有着交付时间非常短 迭代很频繁 而且随着时间进行业务复杂 都会急剧增加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 互联网公司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对于专业交付效率 交付效率有极高极高的要求 所以互联网 互联网的这个业务交付 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它的核心问题就是 要有办法快速的完成交付 快速的应对变化 而且这个交付物呢 要蛮容易理解 还蛮容易维复的 所以 互联网产业 因为它的开发模式的核心问题 我们在做技术选行的时候 我们的最关键复杂度是什么 是交付效率 交付效率 然后 神圣码品质 还有这个 有没有遵从这个 好的 物件导向的convention 重不重要 其实还好 重要的是交付效率 所以 在互联网产业中 我们会发现 不管是阿里 或者是智杰 或者是一些其他公司 他们的开发模式的话 基本上是走 translation script 以及评写模型的模式的 那这个东西 对于很多伙伴来说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认为 就是经过很多 这个大神啊 这个的说明 甚至那 Martin Foller 还把这评写模型 骂了一遍 可是各位如果去看 Martin Foller的那个 POAEE那本书的话 POAEE那本书的话 那本书的话 去看Domain Model 那一张 在这边117 也帮大家标出来了 他有说到 如果 当我们的业务逻辑 太复杂 太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把这些逻辑 放在transaction script里面 所以 互联网产业 它的业务的难题 确实是这一点 时间快到了对吧 应该是已经到了 没关系 我们再讲最后例子 购物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 总之这个购物节 它的 就是这个 借购物节它的 这个 用户的这个 响应是非常非常热烈的 我们在11月10号晚上 参与人数已经到39万了 因为它非常热烈 所以就是业务方这边的话 它期望在 双11的整点 0.0分的时候 可以 进行一个抢卷活动 那问题是 我们知道抢卷的话 你一定是这个 Redis加Lua脚本 可能还要有一些 这个Wonup的这个操作 要这个秒杀机制的准备 你才有办法去做抢卷 要不然的话 你抢卷 我们抢卷一定是先去看 这库存够不够 然后剪库存 剪完库存之后 说你拿到这个库存了 好 这个卷给你 这是一个标准的 在Transaction里面 做Slave Update 这个操作 如果是抢卷的话 我们的这个同时 QPS可能就是 上千上万都有可能 你用这个Transaction 加Slave Update 这是肯定爆的 所以这个最差 如果没有做 秒杀机制准备的话 其实它 最差情况下 会造成大面积的 这个用户 用户访问超时 也就是服务不可用 然后到最后 这个券 50张好号在那边 没有人抢到 最差情况会变这样 所以 而且那个时候是我们 在11月10号晚上 拿到这个需求 所以 我们那个时候 就有一些方法 第一个 Ready使用户访问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开发时间不允许 然后高并发 我们直接用事物 来减库存 不可行 然后呢 这个 那时候也有伙伴说 那我们能不能用Ready Min 就是 每个节点 就是限制它 每秒钟 只放10个Request进去 这其实也不可行 因为这个影响范围太大了 好 那最重要的是 库存不可超卖 那所以 我们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核心第一个 我们要求时间一定要达标 然后第二个 我们要完成高饼吧 然后第三个 不可超卖 其实我们只要完成这三个事情 就好了 所以我们到最后 我们构式的方案是什么 我们就不要 我们就不要去检户存 我们就牺牲 那个 单一资料表 栏位资料的资料移植性 我们牺牲这个东西 我们直接把 我们有几张卷 除以节点数 然后把那个节点数 放在这个程式 程式里面 然后透过一个 Termic Integer的Counter 然后去计数 然后当这个Counter 大于那个数字的话 我们就拒绝请求 小于数字 我们就让这个人 可以抢到那个券 然后把这个Counter加1 OK 所以我们就 解决掉这个事情 不过 我们最后还是超卖了 对 我们用这个方案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超卖了 那可能有人说这个 是否你们超卖 可是我没抢到 那就这个问题 施主要问你自己 我们真的超卖很多 就是有点 就是 蛮大止损吧 对 总之我们是完成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解决那个问题 好 最后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 那个接口购物节 然后有参加小伙伴的话 非常感谢你们 就是 直指接口 然后我们也会 就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越做越好 对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参与的话 好 总结 怎么接用技术方案 第一个 最重要避免是 浅诚思考 第二个 探索问题的本质 第三个 找那个问题 最核心的复杂度 然后可能是高频发 可能是 可能是高频发 然后可能是这个 什么 时间 可能是人力成本 然后可能是这个 可过载性 好等等的 然后最后 有了复杂度 我们才有最适当的工具 好 所以最后 技术方案 其实是我们对问题的 我们对问题 技术方案 它其实表现的是 我们对这个问题 有多深入的理解 和多深入的思考 所以技术方案的好坏 其实 基本上 体现了 这个工程师 有多专业 在这个领域有多专业 你要专业就是要 生根 对不对 不要东跳西跳 然后要有 要构思有效的技术方案 OK 请人思考 找问题 找本质 找复杂度 然后用最合适的工具处理 然后最后 希望大家都 可以早日成为 独当里面的架构师 谢谢大家